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效果如何呢 这两首歌中的其中一首就是王妃原唱的Eyes on Me 一首用东方人的口吻演唱的英文歌 爱而不伤痛却说不出口 没有喧血般的怒吼和痛斥 只有娓娓道来的令人心碎的期待 回忆和蜥蜴 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妄想说服自己 也许是时间的原因 也许是情感表达的限制 周深没有对原创进行大幅度的改变 而是用绵延不绝 缥缈温柔的气息 用如诉说如是如歌的歌声 不断回旋的上升声音 引领着听众的灵魂 也随之上升顾鸣 让人沉醉其中又莫名的心安 听过卡布都知道呢 周深模仿王妃 几乎到了一甲乱真的地步 这首歌呢开始的时候就给人这种感觉 空灵精彻通透 但他们的音质呢毕竟是不同的 仔细听 周深的声音中更是多了一些充实和层次感 细妙精细的强弱处理 温柔的咬字 少了王妃的慵懒 多了一份真挚和小心翼翼 有了和原创不一样的意境 好像在哀喜探商的同时呢 多了一些温暖和希望 清澈旷源又充满温润质感 如果说王妃的演唱是一个 渴望而不可及的美丽神话 周深的演唱就是一个充满人气的故事 她用一如既往空灵 却不失温柔的 应运在空中的歌声 缓缓讲述自己的感情故事 每个听众都被她的故事和情感 笼罩着温暖着 打动着治愈着 让人如身临其境 这个讲故事的人是朴实的真诚的 所以充满着人气任务无声 可能是晚会现场的需要 为了凸显周深的音色和技巧 伴奏为人生做了些让步 少了些原唱中声音与编曲的浑然异体感 但此一排上踏心而来的周深 更加轻量的回音 带给了现场观众足够的震撼 魅力十足 不得不佩服周深 在保留这首歌本身氛围的同时 又融进了自己的味道 当你闭上眼去听 仿佛瞬间把人拉回到 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摇曳时空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极短的二十分钟两首歌 保证高水准的同时 还唱出了自己的温暖 自己的意韵 这就是周深 感谢观看